我們這次又來到了當泡時間 這次統哥為大家試駕是哪一部車呢 就是2005年的時代 當雷諾F1還是非常風行的時候 他所推出來的Moket RS225車型 當年有總代理育龍進口的 那在這邊的車型 在外觀上他完全保持當年的狀況 車主非常有愛 只為他升級了LST Top的輪圈 Top的避震器彈簧組 那輪胎呢是仍然保持 原尺寸的225 4018 前面是07RS 然後後輪是595RSRR 那可以看到就是 他原廠就是配著Brembo 然後他裝的是DS3000的煞車P OK 在外觀上呢 基本上保留了原有雷諾的 這個造型喔 像這個基本上家族 甚至於Mitsubishi 當初也是用這樣的造型喔 外觀的車尾部分喔 是非常讓人家有意見的喔 因為相對於一般的仙背車喔 它是一個圓弧形 然後非常平整 他們所謂的供電式的車尾造型喔 但是這個造型的部分呢 就非常兩極化喔 基本上是沒有人喜歡啦 但是呢 這並沒辦法掩飾它的性能喔 它性能畢竟是 髮系鋼炮裡面的代表作之一喔 我們現在來看引擎的部分喔 它是屬於GF7R 涡輪引擎世代的設計喔 沒有任何可變氣門 可是2.0升涡輪引擎 最大馬力225P 扭力是30公斤左右喔 這部車呢 在動力的部分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升級喔 仍然是原廠的這個引擎調校 加上原廠排氣管喔 那只有配上一個六速的變速箱 加上了LSD 內裝的部分呢 其實是非常髮系喔 以當年來說 它的塑膠感非常重喔 包括這個Airbag 也是非常的這個塑膠 雖然是非常軟質喔 加上這個六速排檔頭 可是也是非常塑膠喔 這個腳踏板也是金屬腳踏板喔 帶出一點點Sport的感覺喔 它的手煞車設計呢 跟飛機的油門很像喔 那髮系鋼炮一致公認的喔 就是它的椅子其實非常的舒服喔 完全不會很硬的感覺 但是仍然有很好的包覆性 雖然喔 當年50台Quota賣得滿久的喔 可能跟它的造型有關喔 但是不要小看喔 雷諾SPORT的調校 我們現在就上路試試看 我現在所開的喔 雷諾McCain RS225喔 這部車呢也是當年總代理所引進的喔 最熱血的一個版本喔 這部車已經二十幾萬公里 可是車子的車況喔 還非常的OK喔 而且車主真的很有愛心喔 它的一切的設定啊什麼都幾乎保持在原廠喔 但是呢它有追加了一些雷諾SPORT 其他版本的這個零件喔 像這個LSD喔 防滑差速器 還有呢它配了後期的喔 雷諾McCain Cup的避震器彈簧喔 所以現在桶哥開起來呢 感受到喔 這個避震器懸吊是很硬朗喔 但是呢絕對不會不舒服喔 跟所謂的改裝避震器還是不一樣 那它剎車呢也只做了剎車皮的升級 沒有側傾是因為它用的是Cup的避震器喔 它的彈簧公斤數比一般的大很多喔 然後呢 因為雨天它的側傾也不會大喔 因為它的機質就沒辦法那麼大 你看它會稍微的帶出去喔 在彎裡面喔 在出彎的時候 它會稍微帶出去 但是是很安全的喔 不是那種失控的滑出去 它即使側滑也是滑一點點出去而已 那它LSD的部分喔 它的設定也是非常中性喔 不會有所謂前輪傳動的時候呢 踩油門它會有扭力轉向的感覺喔 它也不會很用力的把你扯開喔 OK可以感覺到它在過彎的時候 它還是按照它原來的循跡喔 其實感覺反而不是很大喔 我猜這就是原廠LSD設定喔 還是以安全跟可以daily use喔 可以日常使用為主喔 車主也有講喔 換了LSD在賽道上 差異沒有很大喔 但是 換了避震器之後可以快兩秒喔 這個就是知道說懸吊設定好跟不好 在賽道上是非常重要的喔 這部車操控其實讓你很安心喔 它過彎的時候完全沒有 轉向不足的感覺喔 但是濕地它會滑 就是遇到積水 其實熱龍胎因為它的花紋比較淺喔 所以它的排水性是一定不會比較好 它的跟直不是那麼方便喔 因為它的油門非常下面喔 然後這部車因為它換了煞車比比較利喔 所以煞車不能踩太多 所以它的那個跟直的角度就改變喔 OK 我們現在開始上波喔 可以感覺到喔 它原廠的動力喔非常適合閃爐喔 你拉轉它就是非常順暢的出來喔 動力 這是完全原廠喔 ESP偶爾會閃喔 但是它的介入不會很嚴重 應該說Morgan的設定呢 譬如你收油喔 它也是非常穩定喔 它是走 它不是那種神經質的感覺喔 像這邊煞車轉 它沒有尾巴沒有帶出來喔 以前的雷諾或者是法系車呢 尾巴都是非常會轉的喔 但是因為現在有了渦輪引擎喔 所以它的車型也設得更安定喔 這台開起來就是一樣 也是覺得說這個前懸吊非常穩定喔 完全不像一般喔 大馬力的這個 前輪傳動車喔 會左右扭曲讓你很沒有信心喔 相對之下它其實 你看我捅哥在雨天可以這樣開 來精準的採油門跟控制 這一點就是法國車 法系車喔 你可以用油門去操控它的那種感覺喔 在這邊也非常的強烈喔 在出彎的時候 它會稍微帶出去 但是是很安全的喔 不是那種失控的滑出去 我覺得這跟熱龍它有關係 但是也是原廠的這個懸吊設定喔 夠安夠穩定 即使是Top的這個懸吊喔 如果乾地滑 那就這部車一定會 如行雲流水喔 總而言之我就覺得 這部車的Balance喔 不論是它的動力 不論是它的操控喔 還有它的煞車 都其實都是非常均衡喔 難怪它可以在這個大鵬灣 跑出2分7秒的成績喔 車主來開喔 其實捅哥是非常欣賞 這部車主的調教 因為它追求只有均衡性喔 不會非常強求這個動力輸出喔 反而是在懸吊跟煞車做一定的升級 這樣開起來呢 除了它是一台 典型的法式鋼炮以外喔 其實它更像是一個很敏捷的小獵豹喔 可以讓你隨心所欲喔 其實就是你可以去追 追逐你的獵物的感覺 這次試完車就知道喔 雷諾SPORT對調教鋼炮的功力喔 很可惜喔 代理商已經沒有進口任何新車喔 完全要靠貿易商跟熱血車主喔 希望我們也有機會喔 可以試到最新型的雷諾喔 喜歡我影音的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PIT63